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一百八十五集 平心而论 李志不得不承认 如果说长孙无忌的罗网 是先帝临终之旧的 那么妹娘的这张网 则是她亲手编织的 这就叫作茧自负 可是 事到如今她还有别的选择吗 抛开情感的羁绊不论 她和妹娘 还有李红 李贤 李贤 李旭伦四个儿子 其中 李红已经稳居东宫十年之久 对于李幻风级 有面对帝国 无数纷扰的她来说 早已是没有心力 去改变这一切了 虽然她苦于妹娘的罗网 但是毫无疑问 她彷徨的心性 和孱弱的身躯 也需要这张网 虽说这张网 使她不自由 但是 却也使她不至于 跌至万丈深渊 爱与恨纠结在一起 她注定只能在这张牢骨 而又柔软的网中 原地打滚 陛下 妹娘的轻柔呼唤声 打断了她的绵长思绪 李贤回过神来 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 望着毕恭毕敬的李继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 以几乎自嘲的口吻说道 好吧 既然 尽善尽美 朕也就放心了 若再无他日 散愁吧 且慢 妹娘又察言道 因筹办东旬车驾 诸位成功连日操劳 幸而风调雨顺 不日将启程 请随驾诸臣 也早做准备 尚未春暖 旅途劳顿 这几日 务必保养好身体 留守重臣责任重大 还望尔等 尽职尽责 大驾凯旋 必有赏赐 她笑容可拒 仿佛真的对群臣 充满期望 说吧 她又扭过头 笑吟吟地 问李治 陛下以为如何 还是皇后细心啊 李治带着欣慰 却又寂寥的表情 点了点头 那是大宦官范云仙 一直在旁察言观色 直至此刻 她才跨前一步 高声宣布散朝 文武百官一并起身辞驾 谨遵二圣旨意 万岁万岁 万万岁 然后按照朝班顺序 退下大殿 不约而同地 尝出了一口气啊 日月双旋 天下二主 今天呢 这关算是过了 谁知日后 何去何从啊 一场沉闷的朝会结束 李治起身回家后宫 媚娘却坐在株连后 文思未动 她竭力保持着明媚春光般的微笑 直到文武百官走远 这才渐渐收敛 废后的风波 给了她深刻的教训 让她体会到了 什么叫军心无常 让她看清了那些貌似公顺的大臣背后 无穷的煽动力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 为了已经到手的权势 更为了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 她决定走出后宫 控制朝廷 防范一切潜在的危险 不过 想稳稳当当地坐在朝堂上 光靠强硬手段 那是不够的 权威只能让人屈从 而不能笼络住人心 所以 她要释放善意 彰显母仪天下的慈爱 祥和 让臣民发自内心的敬爱自己 可是 天知道 这究竟有多难呢 朝廷百官 是在儒家教化 勋慕之下 走入仕途的 要他们接受一个女人坐在朝堂上 绝非一事 即使她笑得脸都快抽筋了 那群家伙仍然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或者就是说一些口不应心的奉承话 没有任何意义 还有少数人虽然舍得下面子 放得开身段 但是 却是唯利是图 得志猖狂 便如礼义府一般 在关键时刻 非但帮不上忙 反而是连累自己 这同样 不值得其中 一个没有多少家族背景的女子 要在陌生的朝廷之中 树立威瓦 挖掘心腹 这比登天还要难 其实 她今天根本不想象 非但是心里不高兴 身上也不方便 明明百官已经走远 妹娘还是颓然地注视着他们 直到所有人都走下点阶 再也瞧不见背影 这才招手呼唤侍从 本宫要更衣 两个贴身宫女立刻跑过来 伸手搀扶 妹娘攥着一个宫女的臂腕 忍着隐隐的负账感 缓缓站起 随即 她迅速地卷起下身的姓黄坐垫 交与另一名宫女 那名宫女小心翼翼地双手接过 看都没敢看一眼 连忙抱在怀里 躲开了 内侍早在佩典之中 备好了另一套的衣裙 妹娘更换完毕 喝了碗热奶 又叫宫女 为她揉一揉肩膀 休息片刻才出来 却见 范云仙守在殿门外 你没去伺候万岁吗 范云仙憨笑道 奴才已将万岁送归后宫 万岁说暂时不用我伺候 所以赶紧过来师父娘娘 不用你伺候 万岁去哪儿了 妹娘开始琢磨这句话的滋味了 这 范云仙面有难色 在王福上司后 她已经是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宫中最有权势的宦官 而作为妹娘提拔上来的人 她的任务绝对不仅仅是伺候好主子 还要监控整个后宫 甚至是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 不过呀 有些时候 她也觉得妹娘太爱较真了 有些事情何必要弄得太清楚呢 思虑太多 操心太重 那何尝不是受罪呀 但是 即便她不说 妹娘也能猜到 万岁又去领起殿了吧 是 范云仙嘀嘀地应了一声 妹娘的脸色厉时阴沉 她秀眉微微跳了两下 却没再追问 转而说道 群臣的奏书准备好了吗 娘娘今天还有批乐奏章吗 那是自然 国事为重吗 妹娘说这话的口气 严肃之中带着一丝无奈 自从协同 李治临朝 夫妻俩就立起了君子之约 百官奏书两人皆许过目 可是 李治有病在身 十天到有八天 是妹娘在跟奏书 上官已倒霉之后 其他宰相更加小心 凡事稍有争议之时 一律上报 不敢自专 以至于每天都有许多文书表彰递过来 天下之大 事物纷纷 一日不加处置 那来日便要成倍增加 每几天功夫 积压的奏书 就会堆成山 这幅担子是他自己揽过来的 不挑 那也得挑 批阅奏章之处 是宣正殿 这里没有外朝的喧闹 有毗邻东西台 便于召见陈下 天气尚未和暖 空阔的宫殿 更是凉风袭袭 关闭门窗也掩不住 虽然内侍已经准备了好几只探盆 但是妹娘仍然觉得冷 她抱着手炉 误了半天 才开始翻看 疆域广阔 无骨风登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太平无事 莫看朝堂上 所有人都在说和气话 翻开奏书 这才知道有多少难题 地方大 麻烦也多 且不论每个月 总有几个州闹点水旱灾害 近来啊 西江也不太平 吐蕃表面上沉浮 其实呢 则一直对大唐疆域虎视眈眈 虽然东征百计取得胜利 但是吐蕃大象陆东赞 也趁大唐无暇西顾之际 吞并了土玉魂 进而寄予西玉 不久之前 舒勒渔田两国爆发冲突 舒勒战士不力 竟邀请吐蕃出兵相助 此举犯了大唐之计 一旦吐蕃介入西域 再想让他们撤出 那个就难了 李志和媚娘立刻派西州都督 崔之辩 领兵救援于田 不过 与吐蕃大干一场的时机尚未成熟 又因风扇即将举行 不宜大动干戈 于是又封左武卫大将军 苏定芳为安吉大使 节度诸步调停纷争 但是时至今日仍未见分晓 不禁令人担忧 相对于西面的吐蕃 东面的高丽乃是宿敌 此罪儿小邦 竟与中原王朝周旋了五十余年 阳广三争不克 反道亡国 李世民难收全功 暴汉而终 三年前 李志灭百计 又发动大军兵分两路 南北夹击高丽 依旧是无功而返 还战死了大将庞小泰 然而 就在前几日 高丽国王高藏突然上标 请求遣其子高福南入共 并随驾封山 世人尽知 高丽军政大权 实际掌握在全臣冤盖苏文手中 高氏家族只是傀儡 即便大唐寇留入共王子 也威胁不到人家 谁知道高丽此举 是为了缓和关系 还是趁机窥伺中原情势 不可不防 妹娘看着这些纷乱的边塞军报 慎绝苦恼 作为一记女流 她对军事的认知 不过是偶然耐着性子 翻翻兵法 战争她是不了解的 先前极力主张征讨高丽 也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现在 这些琐碎的军武 依旧需要她逼使 实在是勉为其难 不过 相较于机密之地的军事纷争 王朝潜在的内部隐患 更叫人不省心呢 那就是朝廷存在 任官太多的问题 现今 内外文武官员 一共一万三千多人 假设三十岁入室 六十岁治室 三十年才能彻底更换一批新官 按照这个比例 朝廷每年任免官员数量 都应该为四百三十多人 然而 大唐定领以来 每年入留者都超过五百人 已经入大于初 多年下来 官员是越来越多 何况 许多三品以上的老臣 年月尔顺 甚至古兮 仍在其位 实在是不死不休 显庆以来朝廷改革 推行科举取势 但是 以往的世袭恩印 却仍然保持 又增添了许多杂流入室者 后代佛道两家 恩赏的官也不少 近年来入室者 都在千人以上 长此以往 不但俸禄开支膨胀 而且 十阳九木 人浮于世的现象 也极易发生 既增天朝廷 和百姓的负担 也不利于官场的风际 毛病谁都看得出 可是真下手整治 那就难了 近的准则 可以严格掌控 多出来的官啊 那就只能 甄别财彻 这种得罪人的差事 谁愿意干呢 前任又向 刘祥道胆色出众 有九长选官之事 曾主动提出 要清理冗官 稀乎 受上官一所累 罢为 私理太长伯 他一免职 这件事情 也就无果而终了 一者 奏书冗杂 二者身体不适 只是片刻功夫 美娘便觉得心烦意乱 十根手指 都变得僵冷 她连忙抱住手炉 又把她放在身上 温暖着冰凉的小腹 那些觉得 她风光无限的人 哪里知道啊 这位貌似 强悍无畏的皇后 竟然有如此 脆弱 惆怅之事 没办法 这就是女人 天生的苦恼 美娘心里边 暗自皆谈 又不禁 瞟向了放在案头的 另外两份文书 忠孝论 和张简直的赏书 他们已经在那放了三天了 这两份文书 是许敬宗当面递上来的 而且 说了张简直许多坏话 痛批此人不识实物 言辞桀骜 并暗示 李肃杰写这篇文章 借议论忠孝 来讽刺时政 怀悖逆之心 建议 从严处置 那从严处置 又该严到何种地步呢 毫无疑问 还有比斩草除根 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许敬宗的用心 美娘是明白的 几度贬斥李肃杰的诏书 都是她一手包办的 一旦李肃杰重获天子宠信 那肯定不会饶她 即便她年事已高 逃过一劫 那子孙后辈 也难保无虞啊 所以 她必须要将李肃杰置于死地 从保护自己儿子的立场看 美娘与许敬宗的想法一致 更何况 萧淑妃是由美娘下令处死的 更需斩草除根 以防不测 可是 眼下并不是出手的好时机 李忠之死 已经引来了不少非议 这会儿再把李肃杰弄出个好歹来 那实在说不过去 她刚坐上朝堂不久 正试图打破隔阂笼络人心 万万不能因一时快意 而毁了先前的努力 然而 此事又不能放着不管 张简之公然上书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正是堂内无人不小 下边还不知道传成什么样呢 照不照见张简之者都是麻烦 忠孝之德是驳不到的 父子天伦更是无法抹杀的 他要是照见这个愣头青 到时候无言可对 只能是自取其辱 但是呢 要是不照见 又显得心虚 实在是左右为难 如果在别的时候 压下一份奏书不算什么 可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连拖都不能拖 再过几天便要起驾东都 洛阳俊深周不远了 如果张简之再来滋扰 那该怎么办呢 风扇时分阵各地的宗室诸王都要来 徐王李元礼 韩王李元佳 等德高望重的皇叔 皆在其林 他们若听到风声也来讲情 这又该如何应对呢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